嗨,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中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志玲,大家好,建设可以让城市壮大,但只有文化才会让城市更伟大,艺术就是装点城市最重要的元素,为鼓励台中市各行各业主动办理艺文活动, 让台中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亲近艺术,透过艺术亮点的平台,让台湾民众体验更多台中的艺文活动,培养欣赏艺文的DNA,迈向幸福台中的好生活。台中市艺术亮点计划已迈入第15年,亮点加速突破百家。 2019年增加12家业者,包括旅宿业、百货、银行、观光工厂等,2019年10月3日上午在广山SOGO百货举行街牌仪式,由亮点加速点舞舞蹈中心开场,用舞蹈展现台中的艺术活力。 台中市文化局副局长曾能丁与台中市政顾问李允杰代表台中市政府点亮艺术亮点的灯香,宣告新成员正式加入台中市艺术亮点的家族。 记者邹志忠报道。 - 而且我们这次不一样是有一种文青的感觉。 - 像这边我们现在在的地方,这个叫胃无味。 - 它就是主打养生餐吗? - 对养生餐,而且这边是老屋改建。 - 其实我这次挑的点呢,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屋改建的。 - 可以跟文化做结合,然后大家也好拍照,东西也好吃。 - 其实是不是很强啊? - 好啦, Kongo se lieber 喜欢你的吧。 - 我的 rision reference - 我的意思是满开的国安,你还不会这么一年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